高铁香港断列车采用的部分铝材 又涉及散改产品强度数据的神户制钢生产 港铁话密切跟进事件 强调列车使用的铝材都符合要求 日本神户制钢承认过去10年 曾经散改产品质量收据 并出售不合规格的金属製品 全真社报道港铁委托青岛四方制造的高铁列车 主量架构铝材是由神户制钢供应 神户制钢回复全真社查询说 正是调查过去一年出售的铝制品 今个月底完成调查后才能够确定 香港高铁使用的铝材是否安全 港铁回复说有卫生列车使用的金属物料 按照批斥检验 确保符合要求才可以投入服务 并且说青岛四方已经要求日本供应商 提供进一步资料